休旅車綠燈直行 要過十字路口 左側卻突然衝來一輛觀光巴士 直接攔腰撞上 這一撞 休旅車上的小孩嚇得哇哇大哭 觀光巴士重心更失去平衡 直接開上了中央分隔島 把路燈桿都給撞斷了 重甩露面 這起驚險車禍發生在南投市區 這輛台灣好行西投縣的觀光巴士 從台中發車 準備開到竹山站 行進南投看守所旁邊時 疑似因為觀光巴士闖紅燈 才會跟休旅車相撞 我們那個司機要閃了 然後他就往分隔島撞過去 可是另外一邊有被車撞 當時巴士上有十多名乘客 都是擾人跟學生 一名女學生頭部擦傷 休旅車的女駕駛也有挫傷 還好兩人送醫之後都沒有答案 那今天檢視 行車注意器好了 那發現我們自小客車 是一隊執行 從花明上看來 休旅車是綠燈執行 觀光巴士疑似闖紅燈釀貨 除了撞斷 路燈桿 還揍成兩個人受傷 警方初步排除是酒駕 將進一步釐清責任歸屬 記者林靜雯 宏傑明南投 採訪報導 請進一步釐清責任歸屬